老师举棒 有一段时间 我表现甚是乖巧 我的软肋被大家发现的时候 我温柔可爱娇小的一面 刚被大家发现的时候 陆克然 那段时间 残暴无比 每天中午去食堂吃饭的路上 就这样扣着我的脖子 一步 我两个摟到食堂门口 捶我 什么捶你啊 男人就是那种 他就非要就是逗你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这样子 他就要凑你一下点你一下 然后就跑 小朋友小学生你知道吗 就在一个班你知道吗 就不能天天一起放学一起去吃饭 这个人就真的是幼稚鬼 幼稚鬼你知道吗 然后怎么说呢 反正我们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小矛盾 或者摩擦一般都是打架的 有 那你说 我们好像吵过架了 什么时候 不止一次我跟你讲 至少有两次呢 历历在目 我想不起来了 最搞笑的是 我们两个的床是挨着的 就是他睡这边 他是头脚 我是脚头这样 我们就是挨着的 有一次我们 我真的忘了是因为什么 反正就是闹了点小脾气 我们两个就他睡这边 我睡这边 我就是睡觉 然后他 放个身 然后我 放个身那种 下床化妆 下床的 那种 就很尴尬 巨尴尬 然后又是那种 其实说不说话也无所谓 反正就觉得 还有那么长时间呢 过两天肯定又会好的那种 就觉得也不用着急和好什么的 但是又觉得 这么尴尬 同处一室 就很难熬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太尴尬了 会不得出去去隔壁宿舍 待两天那种 这个时候呢 我忘了是林凡还是陈一文 就是 说了个什么事情来着 然后 好像是 好像是我一直在偷看他 还是我忘了 还是怎么着 反正我这个人呢 就是 比较喜欢 先低头认识那种 我就在一直偷看他 然后林凡还是陈一文 就 就很 因为他不知道 我们两个闹矛盾 就说了一句 是吧 奶奶你怎么一直在看不可人啊 然后他开始笑了 然后就笑 他就笑爆了 我 颜面无存 我说林凡 你能不能就是说 给我演面子 其实我只是想看他就是 还有没有在生气 或者是干嘛 就想观察一下 但是林凡就特别的 直接就是戳破了 我们的这个氛围 我们还想多尴尬一会儿呢 还想多生气一会儿呢 还是 谢谢